欸呦 大家好 我是東東 首先先跟各位說聲抱歉 由於我現在是在澳洲打工度假 前四個月是基本沒有電腦的 本來是預計用筆電來剪片 但是也遇到了蠻多困難的 現在是添購了一台桌機 所以是沒問題了 然後直播的部分可能還是無法進行 這邊的網路真的太爛了 最後為了彌補各位觀眾跟會員 我直接來辦個抽獎 感謝大家對於這個頻道還是顧離不棄 廢話說到這裡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吧 第一套是超級適合新手的六諾手 傳說選擇因為一則已經熱修了 所以這四隻都是可以直接選的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喜歡的風格去玩 陣容組成六等六諾克薩斯就直接成型 排都是一二三費的 非常好抽 七等補上劫 開出殺戮跟刺客 八等換上三蘇瑞瑪 順便幫瑞斯叔叔開先鋒 有來賽恩就直接替換薩米拉 有諾克轉 看誰二星就給誰 最後一個位置就找個四五費卡來掛都OK 殺戮者來得多也可以搭配劫和關 諾手轉就直接給關 那裝備的部分 這四件最為重要 首先先找好續航裝才能穩定的輸出 再來就是找卡特的法報和瑞斯的無盡 有多的坦裝就是交給斯溫或克雷德 基本上也是誰星數高就給誰 運營模式第二章正常升級 第三章開始發力 3-1到3-2升6等 可以先花桿打連勝 找到6諾克薩斯就足夠強 運氣好的話有二星組C會主宰這個第三階段 運氣不好也可以拿兩星結 帶3IO去過渡 第四階段慢慢抽牌 記住是除非快三星了才會把錢抽乾 不然就是給卡特的利息 每回合抽經濟才會夠 克雷德和斯溫有閒錢是可以追的 三星之後在升八級找高費卡 最後海克斯的選擇看到T0的直接秒選 有T1的科技裝備四盒都是能玩的 要注意的地方是拿到珠光的話 就不要和無盡跟法報了 T1的套跟上一套組成基本雷同 但是建議是有殺戮者轉再去玩 傳說選擇就建議是這三隻 這種組成一樣 6人口成型 3IO 3諾克 還有2次2殺戮跟2先鋒 而且結很容易在前期就惡心 也就會比6諾克還要快成型 升七等之後補上關開更高的殺戮者 沒有關之前也可以先用凱爾替代 有找到聖就立即的淘汰伊瑞莉亞 最後如果能到八等就再補一個殺戮 殺戮轉最優先給到卡特 卡特滿裝的話次選給到達瑞斯 裝備的部分比較重要的是卡特的裝 這樣是這四件選三件 再來就是找傑的三件套 聖的防裝輔助裝一樣優先給到高星英雄 賽特和克雷德都是能帶坦裝的 前期過度一樣正常拉人口 3-1到3-2升6級 可以多花點錢打連勝 質量夠了就回春50經濟 慢抽2費三星 因為是賭2費 所以四階段不升級繼續抽 同樣的下面三隻是錢購在追 升級的時機大概可以參考這三點 最好的情況當然是有一隻C位三星在升 但傑跟卡特的數量夠 而且關已經來了 那就可以升7等再抽 真的臉太黑 4-5還少的可憐 那就看看達瑞斯夠不夠多 能夠轉成6弱 最後海克斯的選擇 看到殺戮者系列 直接秒選沒有毛病 次選其實只要是適合賭狗的都能拿 比較注意陣容後期很弱 節奏要提的比較快才好吃到分數 第三套寒冰賭阿克上 傳說選擇因為對於裝備需求較高 建議使用這三個會更好上手 建議開局是由阿克上和颶風劍 或者是由寒冰轉再去玩會比較好吃分 陣容組成7人口成型 拍到3寒冰3蘇瑞瑪 2射2鬥2神域 升8之後來卡商地 直接替換掉鱷魚 再補上任意的鬥士就能完全成型 有蘇瑞瑪轉則是上8之後開5蘇瑞瑪 裝備的部分最優先找到颶風劍 由於阿克上非常需要前排支撐 所以豬女的坦裝是最優先級 再來就是找到阿克上的三件套 最後多的法術裝備給到冰女就行了 前期過渡正常升級最好可以連勝 通常是拿3IO去拚挑戰者是最強的 阿克上來的早也可以先開3蘇瑞瑪 任意的長手後排都是能帶裝備打工的 前排有看到先鋒或是鬥士也都能先用 總之就是以3IO、3洛克或是3蘇瑞瑪為主 從打工的角色去開羈絆就可以了 第四章開始就必須要花錢發力 4-1可以直接拉7,大收全2星 等到質量穩定之後回存 卡在7等,由利息慢慢抽出 雙組C3星 這套升8的提升其實沒有很大 4歲卡最好有個2星再去升8級 如果是阿克上少的對局 可以往上去轉亞飛利歐 或是往高蘇瑞瑪去玩 最後海克斯的部分 寒冰轉和死神刀看到基本上必選 毒狗型的海克斯也都非常好用 第四套軍師阿希爾 傳說選擇盡量都是找好連勝的去選 當然拿龍獸來個先蹲後跳也是完全沒問題 建議開局有個鬼鎖或是軍師轉就能直接衝 陣容組成8人口成席營 4軍師、3蘇瑞、3德馬、2巫師、2暴蟲跟2先鋒 後期可以把提摩換成大頭 塔利亞換成卡桑蒂 有蘇瑞瑪轉可以直接轉成7蘇瑞瑪 甚至有兩個轉就能玩到9蘇瑞 裝備的部分黃姬的輸出裝優先處理 再來找狗頭人的坦裝 最後補上拉克斯的髮裝和佳文的冰甲 出冰甲的佳文平均每場都能再多開一次大絕 這個差距在越後期會越明顯 把運營的部分正常升級 一律是建議鬼鎖大臉勝 建議是用3德馬、凱爾主C 或是3諾克薩斯 薩米拉主C去過渡會最順 最好第四章升7等之後再刷牌 阿希爾曼來的情況也可以先用右邊6隻替代 在沒有黃姬的情況 戰鬥軍師盡量去替換成打工角色的羈絆卡 像是拿挑戰者打工就多開挑戰 拿凱爾就抓殺戮者 阿克上就可以開寒冰社或是蘇瑞馬 三德馬則是建議一直開著 在黃姬沒來之前 三蘇瑞馬可以不開 去找一些前排卡增加坦度會比較好一些 也可以順便打工狗頭人的坦裝 龍獸的運營就完全不一樣了 前期一定是不升級 打個超級連敗 新手建議走1方案跳7止血 能跳8的局非常的少 容錯也很低 最重要的是抽完核心卡太少請轉正 玩到7等質量穩定之後回存生8 這邊就有兩種分支了 第一種去追三星4費 這四隻都是可以追的 追到基本上這把就直接吃雞了 第二種是排太少有同行 再考慮去拉9 去找二星5塊替換 最後海克斯的選擇軍師轉必拿 聯合防禦珠光蓮花 潘朵拉系列都非常適合這個陣容 再過一套 艾歐凱莎 傳說選擇建議這四隻 阿福建議轉正能力強一點再選 基本上選到挑戰 艾歐或是虛空轉都是能玩凱莎的 這種組成有轉值7等成型 每轉值要升到8等 6艾歐4挑戰2神域 抽到阿里可以直接替換掉進 有艾歐轉給到貝爾維斯風雲變色 兩個艾歐轉直接升9開出9艾歐 挑戰轉的轉正可以3艾歐6挑戰 或是走6艾歐4挑戰也是可以的 注意挑戰轉給大頭非常的強 那裝備的部分優先級是凱莎和牙樹的裝 再來才是聖的坦裝 這裡牙樹的火炮雖然很強 但不推薦先河 因為他打工能力太弱 而且能用的角色太少 況且也不確定這把到底抽不抽得到牙樹 運營的部分一樣正常升級打連聖 推薦是用虛空法或是3艾歐拼挑戰者過渡 第四張升7等找到6艾歐就成型了 這邊抽得不好沒有聖和牙樹可以走方案B 改成豬女加螃蟹可以直接無損換裝 凱莎不來的話就是最頭痛的情況 因為要轉就只能轉艾歐越南 不過越南的裝備跟凱莎就完全不一樣 髮裝如果都合的情況就只能交給卡瑪先用 最後海克斯的部分 艾歐系列秒拿 挑戰者系列也很好用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最後再跟大家說一下抽獎規則 這次的抽獎會抽出6張500點的麥卡 條件也很簡單 只要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在留言區留下你覺得最強的陣容和原因 截止日期是在8月15號 所以只要在10線內留言都是有效的 然後因為有很多會員已經支持我快一年了 所以我在給會員們 額外再抽出一張1000的麥卡 之後也會不定期的舉辦抽獎 想要參加會員抽獎的條件也很簡單 只要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就會獲得抽獎資格啦 是在8月15號以前 加入的會員都一樣是有資格的 我是東 好我們下集再見囉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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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囉